很多人急不及待想我介绍的所谓在网上拍卖Amazon的物品店 我们先知道货主的老板是将货在Amazon一卡板一卡板拍卖 每一卡板里面有不同的东西,凭他的经验去开价,去拍卖那个卡板,整版有些什么 剩下的货是杂不得的,于是他就开了一间店,网址就是这个 Cybershop.com,Location在3.5555 Denison,大概是Victoria Park和Denison 在疫情之前我是整天去的,那为什么你会整天去呢? 你整天在这儿拍卖的?是这样的,如果看我Facebook的人 我都介绍过,但在YouTube我就没有说过 其实他拿回来的货,有好又不好 他用了很大量的人手,去逐件货筛选去归类 去做一个research,看看是什么,然后逐样item放上网 有些是卖得到钱的,他就放上网 网也是分开几个模式的,他有在eBay,他有自己这个网站 有Amazon,来放在那里卖的,但如果有一些货基本上是太过烂的 或者不值钱,直接不值得去做一个research 可能是一个,这些这样的,这些是不值钱的,那他放上网 为什么呢?他连做research的价钱也不值 他就会放在门市,那个shop里面有些货架 放好在那里,譬如他逢星期四 就会放新的货上去的,第一天 那里面你看到的东西,全部在店里面 你看到的东西,譬如每一件东西都是10元 里面包括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 然后日子过去,第二天他就再减,变成9元 再过一天他就再减,变成7元 如此类推,就减到5毫 所以你如果有可能的话,譬如好像一个这样的手机的三脚架 如果他到最后那天都没有人买的,那你可能5毫 可以买到这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他把一些很烂或者不值得做research的货 放在门市那里 但现在疫情关系就没得进去 全部东西都在外面取得 你买了的东西,你可以透过窗口 告诉他你的item number 或者你的username是什么 他就会拿出来给你,那就是信用卡过数 就是去到现场 我先讲解这个网站 如果你有玩开eBay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eBay的运作模式的copy版 他为什么不放eBay呢? 因为eBay卖东西是会收勇的 他既然有这么大量的货 就不想在eBay那里长期给他收勇 所以他有些货是不放eBay的 我们先开了这个网站出来 先看一样东西 比如好像这个位 就是这里 Item for sale 有Auction 我们进去Auction的范围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筛选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Ending soon Ending soon之后 其实它有很多item 就能展示出来 你可以自己再用方法筛选 比如这里只是看不同种类的货品 但是我喜欢用这个模式去看的Ending soon 我就看到这里有一件货 是10个小时50分钟之后就完结了 这包是糖 它说它会形容了是什么 Halloween的糖 有多少 是一个全新的包装 现在就Bit到5个半 有6个人落Bit 即是拍卖价 有6个人去竞争价 那你要买这些东西 你是要心头知道每一件货品值多少 或者你自己都做一个research 看看这件货品值多少 但好像处长 基本上很多东西 我都知道大概的价钱 所以就容易点Bit 例如第二个item 还有11个钟头50分就完结了 是口罩 50个 这个non-surgery的口罩 现在Bit到2.25分 当然现在看起来未必有意思 但只是到最后一秒 因为它是到时间数下去 可能到时间一路倒数 剩下最后五秒的时候 才有一个人打一个大一点的银码 进去竞争 那价钱就会抢高了 Bit方面我就不细致说了 可能是另一个topic 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容易点Bit到东西 那我们也要看看它有多少件货品 现在看起来 这些全部都是堂和口罩 没有什么意思的 我看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这样简单 这个是一个 stainless steel double wall vacuum insulated bottle 有几大尺寸 全新的 你留意 它有些不是全新的 它会写着是 good condition 或者excellent condition 那些就是二手的 这里说明全新就是全新的 现在Bit到还有18个小时 Bit到过八 有五个人下了Bit 那我们尝试进去看清楚 入到这一页 入到那一页 入到那一页 再详细写的形容是什么 资料你觉得对的 你就可以开一个户口 用email登记 不用钱的 它的原意是为了避免 eBay拍卖的时候 eBay是会把每一页 都抽涌 而它自己开一个网站 去做到像eBay那样的拍卖形式 它就避过了eBay的抽涌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如果譬如这件事 我有心头号 我觉得 嗯 这件事现在去到过八 我觉得它都应该值五元的 譬如这样说 那我就打个五字下去 我就会变成五元 我先不用五元 或者你觉得值三元 那你就enter三元下去 然后submit 你先开了户口 然后呢 eBay的玩法 一定要有两个人竞争 价钱才会上 要怎样形容呢 这部分是很复杂的 譬如说 A军用了 他一进去的时候 他打了五元这个数字 怎样说呢 譬如有个人打了五元的数字 接着有第二个人看到这个网站 他打了两元这个数字 因为A军原本已经设定了五元 电脑系统是会自动把A军的价钱托上去的 B军打了两元都没用 他就会自动把A军的价钱摆下去 变成两元零五仙 我看见这个价钱 我就肯定知道 有第二个人出了两元这个价 所以才会把A军的价格托到两元零五 好了 如果 我现在打一个两个半下去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要视乎A军的底价本身 是否多过两个半 如果是和我价钱一样的话 A军仍然是领先的 你要记住这件事 率先出价的人 就算是Eco价钱 他会是优先赢的 这个户口 这个电脑我好像没有开通过 但你可以想象 由于A军出五元 如果A军出了 有个B军 有个C军出过六元 这六元就会自动赢了A军的五元 那C军出的六元 就不会真的要他六元 他就会变成五个零五仙 就只是刚刚好赢A军的 这个就是竞争 玩Ebay的时候 那个价钱 它是自动和你match下去的 你不是说一出六元 你就会变成六元 而是说有没有第二方 和你困价钱 那所以 如果有些物品 是从来都没有和你困价钱的 你可能打了一毫子 或者两毫子 你就赢了那样东西 好 那我们又和大家再看多个Item 这里有个Grill 是新的 那就是两件的 Aluminum Barbecue Seat 它是Barbecue Seat 不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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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个Barbecue Grill 我再找一些容易些给你们去看价钱的东西 好像这么说 那现在这里有一条98尺 98尺 98尺长 16g of outdoor extension cord 橙色的 你心目中要知道这条电线本身值多少钱 那现在呢 有11个Beat 令到它价钱托了上去20元 我们进去看 这条电线到底值不值20元呢 你要做个功课 譬如你在Caling Thai 看到减价都是10元 那你就不会太老买 用20元来买这条电线 但你会知道减价都要25元 那你这个价钱便可取 20元 但你也要决定 你值不值得他这样撕一样东西 有一个好处的 现在我 譬如我这样说 现在20元01先 就是因为有人 有这个Hirebeater 看到Hirebeater 是这个人来的 这个人就是那个名字 你要赢他的话 你就要打得多过他这个价钱 而是 还要过了他的底价 底价 但是他这个人打的底价 我们不会知道 直到你Enter 一个数字 才会显示 你到底赢不赢他 无论你怎么买都好 这个网站买到的东西 你是可以退的 他不会询问你什么 譬如你买了电线回去 你觉得太长了 我不合用 那你就可以拿去退 他会原价收回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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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看上去 你的东西都会觉得 可能不值得的 那我们就 用另一个方式去看 譬如 你看这个 Appliance 那你就看到 今天有什么电器 在做 那 这里有一部 很厉害的 炸汁机 那些人逼得很夸张 你看这个名字 是专业的 专业的 OK 他给了一个讯件 价钱 是值得744元 你觉得这部机 你上网自己搜索 觉得它值不值 现在已经有39个bit 是打高度上去417元 到底这件是什么电器来的呢 全新状态 继续看看 这部片可能很长 因为有人想 好几个人都想我介绍 到底这个网站是怎样玩的 你用个名字去搜索 你自己是否心头好 这一部炸汁机 它说是全新的 如果你去到的时候 你发觉不是全新 你即场就可以不要的了 你无论多少钱都好 你都可以即场不要的 回到家都好 你都可以拿回来说不要的 你这件事先放心 我从来没有见过 人呢 被他不让人退 OK 那我们 再看其他东西 有些人说想买电饭煲 有时要看看他这边 他这次有没有电饭煲 在里面 这里有一个 Linja的 Pressure Cooker 也有 Airfly 那么有趣 Pressure Cooker 也有Airfly 值311元 但他不是全新 写着Excellent Condition 就是二手 现在扯到上去69元 还有20个钟头 就会成交了 那有些人怎么玩呢 就是当那件货品 还有最后五秒的时候 他读他会倒数 在最后五秒的时候 才下一个价钱 譬如我心头好 我觉得这件东西 顶碰我会出到80元 但我建议如果你想出价 你不要出齐头 你出齐头 很多时候会输给第一个出价的人 如果他也是打过80 这个数字 所以如果每一样东西 你想赢的话 你真心想赢 你就应该打一个零头 比如70元 打了71元 80元 你就打了81元 你赢的机会就大一点 因为如果对方一早已经打了80元 的数字 你打80元是赢不到的 因为他是优先出价 所以Eco价钱的话 他是会赢的 那为什么那一元是那么重要 如果你是想赢一样东西 回来的话 这条片都不知道怎么说 我看看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 或者有人说电饭煲 今天没有电饭煲 所以你要看清楚 那些东西是新还是旧 这个也是Excellent 去到 嗯 比如这个Coffee Maker 他试试打好资料 但是他最后打了 Missing了一些东西 那个Trade Cover Miss了 现在的价钱拍到去 6.88元 暂时是没有人下价 他每一样东西 其实一摆出来 是摆三天 那么现在看到2日 020钟头 即是说 其实他4个钟头前摆出来 明白吗 OK 我试试再解释 比如在这个网站 我会有些什么 我会想买 我会看车手机的东西 OK 这个是一个Trade 用来在车尾箱摆东西的 Organizer 我不需要 过江龙 我又不需要 我尝试找一些值得介绍 因为他的项目是不断地变成的 只要是在乎他收了一些货 他老板今天想出哪一样货 他可能放在仓那里 已经半年了 但他不想一次过摆出来 所以形成到 他不会一次过摆掉了 似乎今天的项目就不太适合我了 他每一晚的8点多10点钟 可能是10点多钟 就会推一次新的东西出来 会开车的朋友 这样就 如果你在车尾会拖车 想拖一样 拖好像我那样拖车 或者拖一些车仔的话 你会安装一个Trailer Hitch 你跟回这个Trailer Hitch Model number 去搜索是否适合你的车 如果适合的话 其实在这里很容易找到 还有一天 零二十小时 有三个bit 只是去到二十元 如果 譬如没有人跟你竞争的话 你可能是二十五元 或者二十二十多元 就买了一个值几百元的Trailer Hitch 就是这样 我再看一些 这里有一个叫做Sawa Trade Bath Trade Bath Trade 是什么呢 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Bath Trade 鑽石形状 它没有其他配件 它就是这个兜兜 价值四百二十四元 但是因为它这些 是很少人看的Item 去到现在 Bit到都是6.88 有没有人Bit 有一个Bit 有一个人 这个人 出了一个价钱 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多少 因为没有人竞争 它只会用最底价 就是6.88 如果这个是一个装修佬 它用这么便宜的价钱 6.88 买到这个盘 便值得了 所以视乎 那些东西你也有没有用 这条片很长 已经17分钟了 没办法了 我一条片过了 我尝试再找一些东西 给大家看 我觉得是有点特别 即是你好像在网上尋导 你尋得到 適合你的 你就对 好像汽车刹车碟 它都有 你搜索一下 那个Model number 对不对 你的车 原本它说值105元 全新的 现在只是去到6.88 还没有人Bit 如果你是OK 你就会买到 几元鸡 买到比力碟 再看看 汽车方面 今次不是这么多东西 那我又回到 它有不同的类型 除了有汽车零件 它已经分了 床单的东西 书 电子东西 其实最多东西 我觉得是Home 看看Home 那里有什么 龟族类型 是对的 先看 很简单 譬如 这里有个剪草机 是插电线的 13Am 21吋 要插电线 原价307元 他说 他说而已 你一做search 它未必是这个价钱 307元 所以你心目中要知道 什么价钱 然后 现在还有18个钟头 现在是Bit到71元 如果说 最高那个人可能是出到80元 你打一个81元 他就会赢了 就是这样 有个好处就是 记住 全部货都是可以退的 你不满意是可以退的 那 还有什么可以看 大家可能去到这一部分 已经不想再听我 说的了 如果你是喜欢做木工的 这是一个做木工的车床仔 用来车一些圆形的柱子 这部机 原价是1142元 现在只是Bit到250元 还有19个钟头 一个不幸 你可能是260元 你会Bit到这部机 而他说是值得114元 所以 而且是一个全身状态 所以 开到开箱 不是全身 你跟着再退给他 你直接说 我不要 你给他 每个刁就取消了 所以这个是他的好处 这么多年来 我没有见过他不肯被人推 好 我来看看这个架 一个铁架 全身 他说值132元 现在Bit到53元 其实我觉得 就已经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价钱 你分分钟在外面 Pincess Auto 都会买到减价的时候 这个价钱 那又何必 特意Bit一个铁架 所以你要支架 你不支架的话 你就可能不买到不好 所以我说 那个电饭煲 我也是这样Bit回来的 他写明是有瑕疵的 拍了相片的 那我知道他是凹了 他也写明是全能够的 只是外壳凹了 那我就放心买 去Bit 而我也是 刚刚可以用六十多元 就Bit了他回来 因为他范畴的东西 好千门百类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所以 你出街买不到的东西 他都有可能有 因为Amazon 总大 起码有 在Amazon 是有的 因为全部东西都在Amazon 退回来的 我看不到 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以我 如果处长看东西的目光来说 就是会看一些电器 如果有一段时间我搬屋的时候 我喜欢看一些家具 又或者在他现场那里 收拾一些便宜货 他今天可能是 买到五元 有什么购买 就收拾一些 比如那些坏了的多屎炉 他摆了出来 摆了几天都没人买 已经减了三元 那我可能会用三元 买了一个坏的多屎炉 回来 然后可能换一个简单的Fuse 就维修 这些是绝对有可能的 我又说 譬如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喜欢做 后院东西的人 可能是对的 他就是和你在地上转洞 这个洞转 9寸的直径 很大的 你转了个洞 你可以用来种 种柱 或者你用来种花 种盆花 它是一个大的转 他没有写那个参考价钱 只是说全新 现在是 有一个人下必 现在是6.88元 你如果没有人跟他竞争 这个人就会用6.88元 买了这个转 明明 但是如果明白的 你现在就可以停了 不看这条片 如果不明白的 你就继续看 好 这件东西 是做装修佬 就会用的 就是用来 放一块 drywall 在这里 然后用手机 将你托起 drywall 托上天花板 那你就不用 那么多个人 都可以自己做装修 你买 但是它推荐 这个机器 这个价格 是680元 现在 bit到73元 有13个bit 还有1天019小时 如果这班人 有个人的最高价 只是出到100元 如果你打101元 你就会赢了这个东西 你拿回家 自己做装修 装修完之后 都值钱的 不过我告诉你 它的价钱 就不值680元 这个大概是200元 鬆一点的东西 所以你自己心目中 要知道价钱 你才好去玩这个游戏 我再试试看 铲雪机 这部铲雪机 它就说是open box 全身 15M 22寸 原价值300元 现在就逼到71元 还有1天019小时 全身 那 差不多了 还有什么要解释 我想不用了 哦 下到这里 还有些细节的资料 说给你们看 有什么 好了 那 只说这么多 其他那些 都 看不到什么符 所以这个网站 我就会久不久去看 有时候都会 脱漏 走掉了一些 我觉得是符 好的东西 但有机会是这样的,你长期盯着它就会适合 这里有一间厚院的小屋 六成三尺,不是很大的,六成三尺很小 但它竟然是值1,219元,其实不值 这个大约是5元左右,现在必到275元 那你就自己喜欢这个价钱,去看多不多个原本出的那些人 你如果一赢就是赢这些人,144Bits 这个是它的花名,你可以自己改名 因为现在它是最高价,就是说这么多竞争对手当中 没有人比他多,所以他就站在275.09这个价钱 如果我去尝试BIT的话,这个价钱起码要出到301元 才有机会赢这人,因为它最有可能打的价值就是300元 明白吧? 这条片子自己剪了两段,搞到我待会要剪片 要博片 好吧,我看不到有什么笋东西 但它的东西是挺古灵精怪的 可能是垃圾胶袋,可能是口罩,可能是洗手液 刚才那部木车床又再出现了 那这里是,即是说它同一件货有两件 它就分开时段放上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做这些木工的人 你就适合了 除了这些家居电器之外 我还会看一个 就是 运动物品 OK 这个盒是用来装单车的 原价是1000元 全新 现在去到79元 那你觉得值不值呢? 那你进去DETAIL那里告诉你 大概可以装到什么的单车 嗯 我们怎么用呢 OK 没什么笋东西 OK 这里有一块板就夸张一点 你们告诉我 有个Stand up的Pedal Board 就是这块 全新的 但是Open Package 但是它基本上是全新就是全新的 1219元 现在就必到76元 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买这块东西可能不用一块钱 所以买快这些回来玩 但是你觉得 值不值得呢? 就是有没有兴趣呢? 还有些小朋友的救生衣 没什么人必要 都仍然是最低价 就是6.88元 就是最低价 可能有些衣服 鞋帽 什么都有 嗯 好了 另外还有的就是 如果是出到主页那里呢 它就有Ebay Store 那它就会 你就可以去到 Ebay 那里的 那里 它有另外一些 Item 在那里卖 嗯 价钱就会变成 全 全世界 竞争 的了 因为如果 刚才那个Cybershop的 网站呢 主要你是 跟 Toronto的人 竞争的 但是如果去到Ebay 呢 你可能就跟全世界的人 竞争价钱 你见到这些Item 很多时候都是重复的 重复的 重复的 但是Pick up的地点 是一样的 那 这样看吧 这个汽车前面的拖车架 那个拖勾 那个叫做 緊急救援的拖勾 原价450元 现在去到57元 它有没有写全新 有 全新的 那 那 讲到口干了 不讲了 大家就 喜欢就去这个网站 看看Cybershop.com 那